加一些註解 絕對不要拖懶 所以回去第一個 把函數250幾個的方法學一下 第二個的話 錄日聚集 記得要加註解 第三個 再慢慢銜接VBA 你會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你會覺得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原來寫VBA沒有那麼困難 漸進的 幫你一下跟你講VBA 直接教你程式 看很多人應該會想要打退堂鼓 這太難了吧 這簡直是誰要學這東西 所以最好的同學說 他是因為自虐的關係 所以來學這個課 所以有自虐的才會學程式 當然也不是這樣 你可以階段性 清除的話怎麼清除 清除的話另外錄制 就是選這兩個 然後記得可以用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有沒有 特別是有建議 如果你要選 錄字距離你可以這樣選 可是這樣的選法 會有個問題 第一個 很久 多久 不知道 到了時候呢 可能就過頭了 所以記得不要這樣選 那怎麼選比較快 記得一定要用Ctrl Shift向下 所以這個 有沒有 選兩欄 Ctrl Shift向下 這樣OK了 把它錄下來 所以錄下來的程式 就是你們一樣可以再加速鍵 你們一樣可以再加速鍵 那速鍵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這裡 OK 所以先選E跟F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再Delete 這個程式你們如果要看的話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在這裡都有 OK 所以其實 除了影片上面 剛剛寫的這個公式 錄製聚集這邊有沒有 1 2 3 4 5 6 然後清除就1 2 3 甚至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貼到你的那邊去 也OK啦 也可以run 再來就是VBA VBA難度又更高 因為今天 其實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就demo一下 其實這個是自己寫的 不是錄製的 那差別在哪裡 其實 輸出的話 這個是輸出公式 也就是說 它把最後的結果丟過來 那你會發現上面 這個是自己寫的 輸出的話 上面是最後的公式 那這個沒有公式的 沒有底線公式的按鈕按下去 最後結果你會發現 上面沒有公式 裡面的話是最後的結果 那差別在哪裡 其實 主要 這個程式並不多 主要這三行 跟大家講 四行 一個FOR回圈 先跟大家講說 我要從第幾列 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自動追蹤 然後呢 把我們的公式 丟到 E欄 跟F欄裡面去 那這個後面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把 我們寫好的函數 直接貼過來改而已 然後清除的話 差別就是後面沒有東西 就是清除 那如果說呢 我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輸出不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這個就是直接在VBA做判斷 也就是說 在那個什麼 我們就是 Excel裡面的話 我們是用Find 但是Find函數是尋找哪個位置 可是VBA的函數跟Excel的函數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可能要找說 VBA哪個函數 是可以找那個位置的 所以我用什麼 用那個叫做 InStree這個函數 一樣去找 找那個位置裡面 有沒有0 有0的話呢 那我就把0取出來 存在一個位置 A上面 然後一樣找 找不到 就繼續找 找不到就找裡 再找不到就找區 其實這個邏輯 跟剛剛的那個 if L加5 是一模一樣的 有點像翻譯過來的 那它的好處在哪裡 第一個 它可以不用一行寫完 不用一行寫完 就差很多囉 對不對 可以分階段 第二的話 裡面可以加一個變數 比如說我可以把位置 記在一個變數裡面 只要知道前刮弧位置 跟後刮弧位置 最後把它切 有沒有用MID 就可以把結果結果輸出了 這個程式 有點比較困難 不過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所以三階段 1、2、3 那最後當然 你也可以做出書納分析表 那當然 我後面其實在VBA裡面 還多一個 就是 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那個住宅切到 從雲端上面 把它下載下來 也就是爬蟲部分 所以如果 假如你要學習VBA裡面的爬蟲 最簡單的 就是這個 我demo一下 這個的話實際上 它主要的程式 你其實不需要特別去背 因為 主要就是說 只要改一個網址就可以了 原來的網址 它其實原來是 with到endwith這一段 利用一個叫 cretable的物件 去幫你抓下來 所以你只要改哪裡 txt分號 跟後雙引號中間 只要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我們要抓的路徑在哪裡 這個 檢視資料有沒有 把這個連結 複製之後 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OK 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完成 這個什麼 爬蟲的撰寫了 裡面的話 其實主要改這一段 其他還有哪些地方改 還有就是插入欄 因為我們這個下載完之後 會需要多兩欄 哪兩欄 e跟f這兩欄 所以我就用什麼 colons這個物件 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 e跟f 然後並且放區跟路街道的欄位名稱 所以我demo一下 有各位看一下 這邊把它執行好了 這邊跑一下 假如說我要抓的話 它會先清掉資料 有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連到那個 我們政府的網站上面 然後就把資料下載下來 有沒有 不過它等等 等一下 學校網站有點慢 下載完就3000多筆資料 最後再加上 e跟f兩欄 並且幫我把那兩欄 加上欄位名稱 有沒有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停住 有沒有 加兩欄 就這個 f8 有沒有 加兩欄 然後把區放進去 把路街道放進去 就ok了 所以其實這 這三行做什麼 就是插這兩個 然後放這兩個 主要用哪個物件 colons 欄物件 range 指的就是範圍或儲存格 給它哪個儲存格 把後面的資料放過來 然後你就可以再銜接什麼 銜接這個 有沒有 把資料再輸出 有沒有 其實 所以以後 假設你們 你需要經常更新某個網站上的資料 那其實就可以用爬蟲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範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一樣 在這邊可以找得到 剛剛那一段 在這裡就好 有沒有 這個就範本 所以以後的話 反正你們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 三萬多個資料 每個都可以爬 OK 那 最後 因為時間剩一分鐘 我最後把那個 畫圖表 再demo完 這樣就ok了 這個圖表 我們可以繪圖 這個繪圖的話 其實不是說 你可以 把之前有沒有 就是 你畫圖 我們是用人工的 慢慢一個 但是你甚至是可以自己畫很多圖 而且可以類似像 現在有個很夯的名稱叫dashboard 儀表板 什麼叫儀表板 就是把這些全部的圖 各個面向的數據 把它圖像化 然後看你要怎麼放 看你要放左邊三個 右邊三個 沒關係 反正就是很清楚 一看就說 這個資料背後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程式 還有三圖 反正這兩個按鈕 如果可不可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參考底下這個 其實就是 其實你們如果要run的話 程式就在這裡 繪圖這一段 到end sub 然後三圖就在這裡 OK 這個是我剛剛run的這個程式 一個是畫十條圖 一個是畫圓形圖 那以後的話就可以達到 如果你要一鍵完成 按下去 全部資料都OK了 是不是今天到2點10分吧 2點20都沒有 所以他要10分鐘 好 那因為今天這個時間非常的緊湊 所以我能做的 就是把一些可能我 最近上課的一些心得 跟大家分享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 比如說剛剛錄影我有把他錄下來 如果細節不知道 我會把影片再寄給大家 另外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更多 我youtube上面其實還有一些影片 你們自己再看 OK 然後如果有問題 下方也可以留言 如果你要持續再學習 你可以訂閱 分享 算了 那個不重要 OK 今天不然就先到這裡好了 謝謝大家